Good morning 看这个好大呀 这个盆也是好大 是个种荷花的盆 在美国买的 它长这么大了 而且我先生喜欢自然的不修根 就把它放在里面 除非它自己脱落 所以它一直保持着 你看它上下它这个比例 上面这么大 然后下面 它几乎跟它上面的体积 是一样的 正在开了一部分 然后还有一些花宝 放进去好了 然后大大小小的 那么多颗 那个最大的盆 那小的呢就进根的部分 就放那个塑料桶就行了 然后这个小的也是 跟上面的体积 差不多的庞大 原来一个小的那个 basket 里面几个放了几个火山石 它来的时候 这个小盆 基本上都没有那个了 没有继续在怎么讲 长它的那个 这里也有花了 看到没 有花间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上面的 不去潮湿它下面呢 也是每天进水 今天我看到这个 这个根 好像非常的那个 好看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这个像水晶头一样的这个 新根 然后是万代兰的那个新根 看到没有好漂亮啊 就是保持湿度 然后它也在生长期 出新根的新生长期 所以它的根的根 就是这样的 今天拍这个 看一下这个 看我们家万代兰的这个好玩的样子 然后这个 上面的这个直接长出来的那个 竹竿上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 新根 对吧 所以一个要是它生长期 新根才有这个情况 还有就是说它要新根 在空气里面你提供的这个环境 它要足够满足它的这个湿度 它舒服 那它才长 sorry about background 这个噪音啊 有飞机在过 这是户外 它要一定的 它是tropical flower 它要一定的热度的 不怕夏天的 我们这边一百多度它也在下面 只要不直晒就可以了 冬天它怕寒 冬天有的时候会受一点伤 也没管你那么仔细 所以好的 看一下它在这个里面 也就保持湿度 就给它进根 这样就好了 就靠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花期 刚好要已经要过了 那我们家这个 从上自然的我们家领导就说 不剪不剪 看看花 要落了 要怎么样了 再说 就不管它 好的 那就今天就看一下 我们家这个 怎么样 泡盆的 和刚好我看到那个 很漂亮的那个根 跟很多兰花一样的 它也有那样的水晶头的 新根的样子 夏天 其实它需要热度 现在几乎是剩下了7月份 长得上好呢 OK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下次再会 谢谢跟我一起想花 拜拜